好那就先开始上课 那今天跟这个下一周 就是都是一点半上课上到五点半 那会上四个小时的原因 是因为之后我们有三堂课是停掉的 然后最后五月的时候 就是每次只会有三个小时的期末报告 好那现在就是从上礼拜过后 这个休克人数稍微有点下降 那也没关系 因为这反而就下学期的课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还是会分三组 然后分三个面向去做报告 那助教这边应该会再想一下 就是说要怎么样做分组 因为上次收集大家的心得意见 就是发现说有些同学 他可能对特定的期末报告比较有兴趣 那我们也在犹豫说 到底是要全部全任等的选择 还是就是可能让大家各自有议员 那就看大家有想法 因为上次这个礼拜 我马上没有收到同学的信 所以就是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扣分主要怎么选 可以跟助教联络 然后让助教这边做决定 好那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会只有上课 那课堂报告的选题 是不是我们助教我们那边 是不是一跟二还没有人选完 OK好那 我把这个画板拿一下 如果有人 因为现在我现在最新到现在为止的修课资讯是14个人 所以我们有15个题目 那如果有人想要直接认领第二个题目 把那个分数拿满的也可以直接先跟助教分析 因为看起来就是下礼拜 如果这礼拜没认领 我们应该下礼拜不太可能有人可以突然报告 那就如果有人想要直接把 好 断电了 需要我的卡 那我们下礼拜 期末报告 还有课堂报告 就麻烦大家 如果有人要直接认领第二个 就是第一次的课堂报告 它的分量很少 那如果有人要认领的话 可以直接就跟助教登记 好 今天很冷 我今天本来都会带太太跟小孩来台北 但是因为今天太冷 怕他们感冒 所以就没有来 所以今天真的蛮冷 那如果你真的很冷 想要回去线上也没关系 就跟助教讲一下就好 好 然后大概就是我们课堂的时辰 好 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课程 那我知道这学期 因为我们这学期人出 诶 电灯又关了 好 好 我继续 反正这个电还有 那就是这学期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我们就是 我知道有些同学他可能上个学期已经有修过课了 但是因为还是有几位同学没有修过课 所以我们在这个下学期的课程 通常都还会来介绍复习一下 就是上上学期的课程一些比较必要的概念 然后让同学可以比较方便衔接正学期的课程 那所以你如果上学期有听过的 这边就轻松听就好 那如果上学期你没有上过课的你不用担心 因为大概正学期会用到一些基本概念 其实就是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会做介绍 那那个其实正学期课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 我们课名叫做演算码设计 那其实演算码设计我这边可能听了上学期 上个礼拜同学的意见之后 其实我有几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其实演算码设计 其实说真的你要教大家说什么 我哪件事情一定要数学方式怎么写 equation怎么写 那个其实是case by case 那个很难在一个课里面去 去做一个就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数学的推验 那我相信如果像大家去修那个电子锁程 林老师的演算码设计 他其实大概也是会跟你讲说 有一些common的sense 比如说什么一些sorting 或者是你要做什么样的tree search的时候 主要的那些共通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就在这档课 尤其是像这种通讯的DSP 或者是data process相关的课 其实我们这种所谓的case by case的演算码设计 其实我们就是留给同学在期末考的时候 你根据你所看到的文献 你根据你所看到的文献 你可以去讲出一些就是说有什么事情 其实它的运算的过程 或者是逻辑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拿那个 拿那个消防酸板 我们挡起来就会 好 然后所以在其实在演算码设计的课程里面 因为我们的课是在相控声联雷达上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去听这个课的概念 不是去执着在那个数学是应该怎么样 其实你应该是去执着说 如果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物理上的意义 比如说物理上的限制或者是 你可以把一件物理上的限制写成一个 designed constraint 这样子的话 就是其实你要去想说你怎么把物理上的事情 把它用数学写出来 那当你可以用数学写出来 你就有各种解法了 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 最无脑的就是你可以暴力法去解 你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丢进去 就是像以前大家学到的这个什么 Maximal likelihood一样 就是各种可能你就是全部把它丢进去 那又或者是说你可以在考虑一些复杂度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做一些数学equation的这些 运算复杂度的限缩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 当你今天把一个物理液写成一个equation之后 这equation里面就有乘法跟加法 那乘法跟加法 它其实就是会对应到数位电路上面的这些乘法器 加法器 然后一些Max 那你要怎么样去把这些的数学的这个运算符号 让它的个数可以变低 那其实这个是在运算法设计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在实作上的一个环节 那如果我的理解是说 在我们学校里面课有开的就是像 通常会开在电子锁 像是我们数位讯号什么架构设计之类的 应该今天好像是杨家乡老师开的 那之前好像简少艺老师也有开 那诸如像那一种的课 就是你可以在那上面看到说一些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的技巧 比如说举个例最简单就是这个FFT 可能是大家最常见的 这个快速物理的转换 那快速物理的转换 它为什么叫快速呢 因为它其实就是相较于 你在课本上面学到DFT 它会运用一些这个在explorer上面的一些特性 它可以有一些快速演算法 那快速演算法其实也不只有一种 它是有很多种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课里面要学到 就是说从雷达的这个讯号和资料的概念出发 你要怎么样去掌握这些共通性的物理特质 以帮助你去在面对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去把一个equation把它formulate出来 那这个其实是正学期虽然课名叫演算法设计 那但是在课堂上主要就是会讲那种共通性 你要怎么去看待一件事情的物理意义 然后帮助你可以去有能力把这个数学式写出来 那至于就是说一些重要应用的演算法的Case by Case 就是可能就交给各位同学在行末报告的时候 你看到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个物理预计思考说 它为什么要这样子去formulate一个equation 那这样子的话去看说那它这个演算的过程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要考虑这些设计的conference 那它对应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方面去做思考 好那我们就直接先进到这个上学期课程的复习 那现在这个教室看起来怪怪的 有时候会时而黑时而亮 不过现在看起来不影响电脑跟萤幕还有录影 所以就没关系大家轻松一进就好 好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先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这一门课相控阵列雷达的演算法设计 其实我们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们目标博外物就是说 你今天有一个下控阵列雷达 你要侦测到一个目标物 那你要得到什么资讯 你其实现在要得到 以我们这堂课里面所会讲的 就是你博外物就是要得到这个目标物 在三维空间中的坐标资讯 那除了坐标资讯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三维空间中这个目标 它如果是移动的目标 那它多快 它速度是多少 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在通讯领域比较不熟 就是这个截面积 截面积就是你可以大概去估测说 你做真正这个目标物 它截面积多大 因为截面积大或小 比如说你今天是侦测到 比如说是民航机或者是无人机 它很明显 它的physical 它的物体上的size当然就很小 那当然这边我也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截面积呢 我们刚刚口语里面所讲的是这个physical size 就是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目标物的size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上学期有修过课的同学 你可能大概在我们上学期末的时候 大概有听到一点 这个截面积其实是很难去掌握的 因为我们现在方便讲话起见 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实体上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门它的面积是多大 但是其实你的目标物接收到你的电磁波 你的电磁波是有不同的高频段低频段的电磁波 然后你的这个截面积 就是目标目标物上面的这个截面积 它上面的材质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在从雷达来讲的话 雷达真的面对到这个目标物 它的截面积到底有多少 其实跟它的频段跟它的材质 以及跟你电磁波此刻入射到这个目标物的入射角会有关系 所以这个截面机其实是一个 你当然可以从一个截面机大或小 Roberty去判断说这一台 这个对面的这个目标物是多大 但是比如说像引擎战机F35 F35那么大台 可是你看官方上一些揭露的数据 它截面机其实远小于它的这个 你看到一台战斗机那么大台 那为什么 因为它把它的这个机身削得很sharp 然后它上面的材质 它有图一些就是可以吸收特定频段的一些特殊的材质 让你的电磁波打到这个F35的时候 它其实它不会反弹那么多的量回来 那就让你的雷达不容易去侦测到这样子的引擎战机 那这就是主要是引擎战机的原理 那所以截面机这件事情是大家在雷达科技里面一个 相对于大家在研究所比较熟悉的通学领域 一个比较少见的东西 少见的一个物理意义的名词 好 那所以在这堂课堂上主要就是 我们雷达演算法怎么做怎么做 其实在这门课里面会讲到 主要你不外乎就是想要去知道这个Rθ5 也就是一个目标物在三位空间中 它球体坐标器上的位置 那当然你有球体坐标器上的位置 你就可以得到它在直角坐标器上 XYZ的坐标位置 它是1 to 1的maybe 那还有一个两个另外标算就是这个镜像速度 跟这个截面机 那截面机刚刚讲过 那镜像速度呢 它其实你如果对应到直角坐标器上面的话 它可以分别在XYZ轴 都有它的这个所谓的速度分量 那所以就是我这边会用VX,VY,VZ来表示 那当然因为我们这堂课 主要是从相控阵列雷达出发 你如果说今天有门课像是 比如说合成空间雷达 像我知道像中央大学的蔡碑云教授 他有开类似合成空间雷达的课 那合成空间雷达它也是相控阵列雷达的一种 只是说它的目标是说从 因为相控阵列雷达它通常都在卫星上面 它会透过电子波朝地面上面 去做电子波朝地面做发射 然后透过电子波反射回来 去做地面的成像 那方面的领域其实也是有蛮多的探讨的空间 也是值得上下学习的课程的大概这样子的分量 那其实在我们的雷达教科书里面都有写 就是它教科书里面都有 这个反射空间雷达的这个相关的章节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但是我们这门课主要是会在一般的相控阵列雷达 像是你看到军用的相控阵列雷达 譬如说那个神盾级战舰上面的相控阵列雷达 或者是这个战斗机上面的这个F16 F35 上面那个机头前面的那个相控阵列雷达 去侦测到一个目标物在三位空间中的位置 以及它的速度和截面机为主的这样的课程内容 那之前的课程里面也有一些同学 我们也开放就是从回生空间雷达的这个领域 去做一些题目报告探讨 那只是刚好我这学期在选这个题目报告的选题的时候 没有把它放进去 因为我们的选题我记得就是也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三个题目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雷达上的AI应用 那第二个就是跟6G有关系的 这个Integrated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 就是怎么结合 我们Sensing这边我们会从雷达出发 就是说你怎么结合雷达跟通讯做一些设计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MIMO雷达 那MIMO雷达其实就是相控阵列雷达也是 比较高阶的它也会跟MIMO雷达直接做一个类似 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MIMO的雷达 那像一般在车用电子或者是生意变试用的雷达 基本上都是考虑是这种MIMO的雷达 就是多输入多输出 它电子波可以一次打多个 然后收入收下来是多种的这个 不同的那个波形所反射回来的这个电子波 好那这边是这个MIMO雷达 那关卡复杰选题 好所以我们现在算吧 不管再怎么做 其实不外乎在相控阵列雷达里面 我们在学习所探讨 不外乎就是你需要知道前五个的这个资讯 那当然你有前五个资讯 就在指教桌标系上面 你自然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 好那所以就是在三个空间中的桌标位置 R, theta, phi 那这边有个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这边是选用theta当成atmos的angle 就是左右的方位角 那这个阳角是用phi 那当然大家可能在看一些 比如说一些ISO直角桌标系 对于球桌标系的一些文件 可能有些 我知道在ISO的定义里面 它是这个用phi和theta 那我个人这边是有点我个人的prefer 就是我习惯atmos是用theta 因为我觉得theta中间有一个 有一横 那phi呢就是刚好从上到下 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是紧张于用theta跟phi 但是你在wiki上面去看这个球体桌标器的时候 在ISO就ISO的定义里面其实是r, phi, theta 教科书上面两种定义都有使用 我个人的倾向是用theta跟phi 就是横的跟跟尺的 刚好代表左右跟上下 那一般如果在课堂上面没有额外讲的话 就是range基本上都是用公尺为单位 那公尺为单位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一个set 就是因为一般电池波在空气中传递 我们假设它是光速 那光速你一般会说 我会有approximate to这个三乘十的八次方meter per second 那所以为了跟光速这个meter 这个去比较好去做一些换算 in general我们都会在range这边 我们使用meter为单位 那所以你range这边用meter为单位 那在讲这个velocity的时候呢 就是meter per second 就跟光速一样 就是用meter per second来表示 那这个velocity这个字眼 我在课程里面可能大家也可以稍微去询问一下 就是velocity这个东西有正有负 就是在雷达里面就是正的代表你这个目标是朝你边 负的代表是远离你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speed这个字眼 speed的这个字眼 它就是没有正负了 就是我在英文单字上的这个区分是这样 就speed的代表就是它没有正负 就是你今天是你的velocity是负20或者是正20 它在speed上面都统称叫做20 那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可能在英文字典类你翻译起来中文都一样 但是在用法上面 我们是倾向于这样子去多使用和表示 那应该也比较符合日常大家会遇到这些case 然后这个截面积如果没有特别讲 它的单位叫做square meter就是米平方 米平方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米的单位就是公尺的单位 就是也跟上面讲的这个原因是一样的 米平方 那有时候你可能在相关的RCS的探讨上面 这个缩写叫RCS 你会看到比如说dbsm 那dbsm是什么 就是代表就是说你把这个米平方再取slog 你就变成dbsm那有一些就是像比如说像北约的一些 北约军事联盟的一些探讨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战斗机无人机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公开的军事文件里面 他们有时候会习惯用dbsm才做表示 那这个就是米平方取s的log 好那其他也是一样就是meter跟meter per second 好那我想这个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那但是我们的电灯事物一直有问题 好好像也没办法 对又可以了 好那这边讲一下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坐标系 因为坐标系在雷达里面很重要 因为当你 你今天你的雷达任务就是 因为我们相关设计的雷达 现在在课堂上面所谓讲的主要任务 就是你要去identify出这个moving target 它在三位空间坐标位置中 它的坐标位置在哪里 那我如果今天可以真实到 第一个时间点它的坐标位置 那第二个时间点它会动嘛 它第二个点的这个坐标位置在哪里 那点跟点我们就可以连成线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来向在哪里 比如第一个点在这边 第二个点在这边 那第三个点在这边 一二三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来向是这样子 好那在这边呢 就是基于我们课堂上 然后这边有个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这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坐标准是左手坐标系 是这样子 那这边为什么喜欢用左手坐标系 其实当然就是说大家熟悉的 小时候大家我们所学的 不是都用左坐标系吗 好那这边我们在课堂上的习惯 是用左手坐标系来做表示 那原因有一个就是说 你今天想象 你今天看待这个坐标系的时候 还有一个目标物 那通常我们的雷达都是 二维平面的阵列 二维平面的阵列 所以其实你的平面阵列上面 你的天线位置 它是对应到哪一个轴 其实你也要去定义出来 所以这边我的习惯性 是用XYZ是这样的左手坐标系 原因是因为你看到就是XY轴 它代表就是你雷达一个 比如说一个平面雷达直接摆着 那你今天你的雷达的这个右边 右边我们习惯性 右手是正的 那所以右边是X跟Y 那这个是我们小时候 学这个二维坐标的时候 比较熟悉的就是横的是X 然后直的是Y嘛 所以你今天你想象就是说 你今天有一个平面阵列 通常比如说我这个手写板 是平面阵列 它通常是摆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度假是我的目标5 那就是这样照过去 那所以当我这样摆着的时候 我常常会需要去界定说 我的雷达它的天线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我需要天线位置 有时候会帮助我去做一些 冰封明的设计 那所以我要界定天线位置 然后以及界定我的左边跟上面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的习惯性是让X跟Y在 在这个 X的右边就是正的 然后那个Y上面 Y就是上面 就是正的 因为我们雷达一般都是向上看的 那你如果是那个核真空气雷达 它就从那个卫星上面往下看 所以现在我们考虑的 这个向风陈列的一般 不管是摆在军舰上 或者是海上 或者陆地上 通常是向上看的 那当然你如果是战斗机 就是又是向下看的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现在 假设你现在就是摆在陆地上 那你就是用XY 这样一个平面看出去 那所以正前方的 看出去就是Z 就是Z走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是一个 大家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左手桌标系 那刚刚这个θ跟φ也有 先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习惯性用方位角代表 用θ来表示 然后仰角用φ来做表示 那这边大家看到就是说 刚刚有讲到就是 这个Valacity正为负 一般来讲我们雷达 侦测一个目标物 目标物朝着你雷达飞 你的Valacity是正的 那远离的话是负的 那还有一个截面机 截面机就是这个Sigma 那在雷达里面 一般是用Sigma这个符号来做表示 那这边有时候是在讲 像去上个学期 我们在讲雷达的detection的时候 因为detection常常 你会 deal with 这个Gaussian variance Gaussian variance 我们常常用四个码平方来做表示 这个有时候在符号上会比较有一些 有一些大家需要理清一下 那可是因为 我没有改用四个码以外的符号 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雷达教科书上面 对RCS都是用这个符号 所以不是一般性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这个符号代表这个RCS 单位是square meter 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这个课里面 特别跟大家熟悉的这个右手指角坐标性 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坐标性定义 那基本上我在我的课程内容里面 基本上大致都是用这样子的坐标系 去做定义的 那如果有一些 比较特别方便 讲解旗舰的这个用法 那个到时候我们再讲 可是应该是没有 in general就是用这个这个坐标系 那所以有这个坐标系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左边是正的 那左边是正的 然后dita也是正的 那左边是直角坐标系的负的 那也是这个dita是负的 那上面是正的 下面是负的 那当然就是说到时候其实这个坐标系 其实在哪里会比较发生到 就是你真的在做binformin的时候 你的这个天线的index 或者你说receiver 或transmitter的index的顺序是怎么样 这个steam vector的 里面的这个 每个antina location的顺序 会决定你的 在哪个方向侦测过来的这个 来向角是正式负的 那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binformin的一个模拟 你就看你要从那个 binformin有一个steam vector 那steam vector 其实现在可能 可能有些人知道是什么 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 那他不外乎就是 他的构成就是 从1 然后exponium j 什么东西的 然后exponium j 然后什么东西的 那这边会有一个index 因为通常会有exponium j 什么东西的n 那这个n呢 比如说你从 这边就是n等于01 然后叨叨叨叨来-1 那这个index排序 会跟你在作为这个 比如说来向角浮测 都会有差 那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做一下电脑模拟 你就知道我现在所讲的事情 好 那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习惯就是上面是正的 右边是正的 然后往前看 那所以这边就是选用这个 所谓的左手桌标系 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是右手桌标系 在还是equivalent 关键就是你要怎么去转换桌标系 那这应该是这个 比较trivial的小问题 好 那也是一样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比较high level的 这个雷达的系统的方块 那 大概今天你在看一个 所谓的相控阵列雷达 那相控阵列雷达 在上学期有跟大家提醒到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ASA的雷达 主动式电子扫描 阵列的这样子的雷达 尤其在这个比较均用的方面上 他们大家都会习惯的说 这是一个ASA的雷达 那所以就是这个方块图 希望大家就是 至少可以记在脑海里面 就是说你今天知道一个雷达系统里面 它有哪些主要的这个high level的功能运作方块 那当然这边这张图有一个假设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相控阵列雷达 它是 就是传动机跟收发机 transmitter跟receive 你可以假设它在同一个device上 或者是他们构进 构进到以至于就是说他们的天线辐射出去跟收到回来的这个讯号呢 他们是可以视为就是说去跟回来通道是一样的 这个去层跟回层的通道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假设transmitter跟receive 一些讯号和资料图里的设计 那当然请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课加上我自己的背景 其实我们都是从比较实际的这个工程应用角度去出发的 我们比较不是偏向纯数学的这个推导 主要是从一些工程的思维去做去做探讨 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 其实今天不管是不是雷达系统 你就是做一般的行动通讯系统 你除了数位端的这个演算码要怎么做以外 那当然大家主要的研究内容也会落在这边 我觉得你们自己在学校里面的研究内容也可能会主要落在这边 但是请不要忘记就是说有一个这些射频电路的特性 这些是很重要的 因为往往这些特性因为你的成本低 或者是因为你的射频电路的元件多 你往往是需要用一些数位校正的方式 你在这个Digital Receiver这边 你可能要做一些数位的补偿 数位的校正来校正这些所谓的不完美性 那当你要做这些校正跟补偿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必须得懂一些些这个射频电路的一些不完美的 Nunideal的一些effect 你懂得越多你就越有一些切入点 让你从数位的方式去做一些数值的运算 所以这边的特性其实也是不管你是做 雷达或者是行动东西系统 甚至你是做有线通讯 像是Ethernet光纤 我相信你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觉得这边 而且这边其实也是像台湾业界的关键 就像我之前也做过那个Ethernet 其实到这边Ethernet演算法很多都是用那个 Adaptive Signal Processing的那个LMS的overwritten 好像演算法那边其实看起来已经没什么设计空间 但是其实很大的设计空间是在于就是说 比如说你今天要就算是有线通讯好了 你要做高速传输 你做高速传输 你的ADC是不是就必须要很挑战 因为你可能是比如说以Ethernet的10GBASE-T的规格来讲 它的取样率是800MAY 因为它是10Gbps per second 那它是800MAY per second 那这样 per second 对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你的ADC需要取样的频率那么高 那这样子都要考虑到你实际产品上的成本 那你在比如说你在有线成本上 你要让你的高速取样那么稳定 那可能会有一些策略的手法 那或者说他会把一个高速ADC拆成两个低速ADC 或是个低速ADC 这都有可能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 你一个ADC拆越多科 你可能就有一些不完美性需要补偿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怎么用数位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补足 那所以其实这方面在这个实际的业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只是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学校的研究上 当然我知道有些实际上是他也开始在考虑这些不完美性 但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像做类比或设计电路的朋友 他们有时候跟你讲说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类比电路的设计就像好像艺术就像一门艺术一样 你就是好像 讲不出个说以乱来 就是有时候听不到一个阶段 你就知道他成先了 就知道他成功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类比的世界里面 我们没办法用这种数位去做一个量化 而且就是说你真的要量类比原件 其实你也是拿很精密的数位仪器去做量测 那所以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真的是蛮挑战的地方 那这这一块也是近年的学生比较少碰到的地方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很多AI 很多人也转去做Communial Science或AI了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电路上面的这些一些非理想特性 其实其实随着越年轻的学生出现 其实越来越少人知道 那至少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是碰 不管你在各行各业做哪一种的演算法设计 基本上请大家就是也不要排斥去接触这个测评 或类比电路相关的一些不完美特性 那这边跟大家也是题外话鼓励一下 那所以你今天有的这个所谓的receiver的部分 你有所谓的transmitter 那transmitter跟通讯系统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你今天雷达你是要侦测目标物在哪里 那所以其实你传送 你的目标并不是我传到收怎么样可靠reliable的这个解条 而是你是要知道说我要传送什么样的波形 可以让我在接收端做这个回来的讯号的这些processing的时候 可以萃取出我更能萃取出我这个侦测到目标物的这个资讯 那所以在雷达transmitter跟通讯比较不一样是在于就是说 雷达transmitter比较重视的是说你要传出什么样特性的波形 具备什么样特性的波形 以方便你在雷达的receiver端可以更好去processing 得到你要的那个争议 看出你在对应的物理意义上所要的那个特征点 特征点一个最简单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比如说你今天距离一个目标物距离你多远 你能不能比如说距离你500公尺 那你是不是在接收端的时候考虑这个电磁波跟光速是传递一样 在空气中传递的数跟光速3310的八四方 然后你知道什么时候去传出去的 过了多久回来 那你有速度有时间你是不是就可以换算出说 这个目标物跟你有距离在哪里 可是你要在换算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说 那你波形设计是不是有一些特性可以做设计 帮助你更能够把这个要换算距离的那个signal pick把它抓出来 然后把那个noise的flow把它压低 让你更有更高的获兰率可以抓到那个signal pick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要怎么去设计那个波形 那这个当然就在我们的Lecture2会讲到 那或许大家可能还有一些质疑 就是说我再讲一个比较具体的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你传出的波形就是一个方波 那你今天回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方波 那假设我今天就是做MatchBuilder 大家在这个游戏系统里面学到的 那你方波取Countricate再取Flip 然后跟他做还是一样是方波 方波跟方波Convolution玩做是三角波 好三角波你要萃取这个pick 现在照张图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你要考虑到你接收端的时候 其实你会收到一些干扰或者是一些noise 所以当noise叠上去的时候 你说pick你这边根本就 你也会面不出pick是在这一点还这一点还这一点还这一点 那当有更多的模糊的时候 你的pick取得点可能就会不对 那你取不对你就没办法针对这个目标物跟你之间所在的距离 做一个更精准的这个骨折 那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怎么让设计一个波形 让这个pick跟noise flow可以拉高 譬如说今天在Lecture 2 我们会教一个这个Post Conversion Wave Ball 那那个时候就变成说 你这个等到后面呢 先不管前面什么话 你后面可能是长这样子 有点像一个Delta 所以一个pick就很明显 所以你noise flow把它加上去之后 诶 你的pick跟noise的这个range 这个平补上range 或者是autoporation上面的range 你就应该说先不管any range 你就是至少你的pick跟noise 你是很好去分辨出来的 那你就可以更精准的测出 这个目标跟你距离有多远 所以雷达的这个transmitter 重点就是在这个波形要怎么做设计 那当然就是说你设计完 在数位上面做完设计之后 你一定会经过LAMP元件 射频元件 然后把它把讯号放到被动天线里面 把它辐射出去 那所以这边的Facer Antenna 基本上transmitter跟receiver是共用的 那就是在这个图里面是这样的话 所以这边主要就是雷达的transceiver 收发机 就是当然我们是假设传跟收在图的底板上面 那这个方块图是一个很high level的方块图 大家需要知道有这些事情 那环境的部分呢 刚刚也有先讲了 就是去跟回来 它共享一样的通道的特性 那雷达的这个系统呢 它关键是什么 就是它侦测这个目标物 那这边就是把它归属于是object 就是目标物的类别 那当然这环境中 有你所感兴趣的目标物 也有一大堆你所不感兴趣的 我们统称叫做杂波 比如说你今天要侦测一台飞机 但是你的电磁波打出去之后 你可能会撞到高楼大厦 你可能会电磁波也会碰到地板 或者碰到云层或碰到树木或碰到海 他们都会反射电磁波回来 那你在你所收到的东西里面 你要知道你除了你的电磁波 碰不到目标物反射回来的那个回波以外 你还有一大堆回波是来自 就是环境中四面八方 你不感兴趣的目标物 那这个东西都统称叫做clutter 那一样这边还是有个英文小教室 clutter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不能加s 不能加s target是可数名词可以加s 这个是 我自己在写这个雷达相关的 这个英文文件的时候 有探讨过 就是clutter记得它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要讲说clutter 你要表明很多个 你可能就要讲clutter signals 或者是clutter values之类的 好 那所以就是parget跟clutter 这两个字眼会区分开来 就是一个是你感兴趣的目标物 一个就是凡是你感兴趣的 都同声叫做杂波 那但是很不幸的 在雷达里面最痛苦就是杂波总是很多 那可能这个杂波就有点像是大家在做 通讯系统里面会觉得说 有时候那些interference我掌握不了 比如说什么其他经济台又干扰我 然后什么WiFi讯号也干扰我 然后什么谁谁谁 旁边有一个雷达也在那边干扰我 那interference 通讯里面通常最难 最难搞就是这个interference 那在雷达里面最难搞的 其实就是通常都是这个clutter 因为你在感测这个整个我们的真实世界里面 那这个 你用电磁波在做感测过程中 我一定是有一大堆是从你不感兴趣的 包括墙壁啊什么东西都反射回来给我 那我要怎么萃取出这个我真正所要的target的资讯 这个就是在雷达系统里面最难搞的一个地方 一个点 那当然除了这个去跟回来撞到目标物的过程以外 有时候你的雷达会受到干扰 会受到jammer 会受到jamming signal 那干扰是什么 比如说你今天你有一个雷达工作站 那你的敌方 当然知道你又没有雷达工作站 他就会朝你打一些雷达打一些电磁波干扰的宣号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瘫痪你的雷达的receiver 让你的雷达看不到真正你要看的目标物 那这个有很多种方法 一种就是他这个jammer jammer就是那种乱脚干扰的意思 就裹酱那种脚的意思 那他就是他要怎么做 他要嘛就是他打一个很强的讯号 把你的雷达receiver直接让你的被noise所淹满 所以你的noise flow整个上升到很高的时候 你的target signal可能就看不到 这是一种做法 那甚至就是在电子座站中 你的jammer也有可能是打出所谓的假讯号 他会去做一些假的这种目标物讯号 让你雷达看到 你在雷达屏幕上 你可能看到说 哇好多的目标物 但是其实他根本都是假讯号 那为了要捞乱你雷达对实际真正有效的目标物的政策 那所以这个是jammer 那所以jammer 他是单向的朝雷达这边去做讯号的 用讯号去做干扰 那所以这边我们的第一个数字叫做interviews channel 那所以这边是单向的 就以去续成回来 那你雷达打出去的讯号和接收到回播 就是去跟回 是双向 那有几个要补充的就是最下面这几个 因为你在做一套真正的雷达系统 你雷达系统做完 你一定是要让使用者用 那你当然就是要有所谓的图形化界面要去使用 因为任何使用者 或者是游行军方单位的 你当然需要有这个使用者界面 让阿兵哥可以好好去使用 好那在技术上面 还有几个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 第一个就是resource schedule 他指的就是说你今天雷达在做 因为你要打电磁波做扫描 你一定会对你所感兴趣的区块做扫描 那你要怎么去分配你这些扫描的资源 比如说我哪个区块要扫的比较多多次 然后哪些区块我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扫描 因为他可能比如说比较远 那我的讯号可能就要打比较长一点 因为不然我能量没办法足够 那这样子的话 我扫描时间要怎么分配 雷达的resource schedule 主要就是从这方面去做下手 我要怎么在 比如说我今天给定一个扫描区块 我一秒内就要完成任务 那我是不是 我这一秒内我的扫描 我的beam phone的宽度 或者是我的所有的 比如说我近跟远的距离 我要怎么配置我讯号的长度 那这个东西就是在雷达的resource schedule 里面需要去做的 那当然就是随着现在 雷达的科技越来越进步 像我们大家在礼拜五的课程上面 所学到的这个最佳化 最佳化的这个相关的概念 它其实是可以很多用在雷达系统上 像是你刚刚看到这个resource schedule 比如说你先given一些constrang之后 我要怎么说我先所设计的讯号的 比如说讯号的长度 或者是什么像讯号的forment 它可以最佳的去meet 我所设计的这个需求 那你就可以用到 你在课堂上面所学到 这个最佳化相关的知识 那以及呢 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 所谓的最佳的波形 以满足你在针对 任何的目标物所 有侦测的一些特定的特性你想要拥有 那你如果可以把这些物理意义 写成designconstrang 你就可以带入这个 我们在课堂上面所学到的这个最佳化 去做雷达的设计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雷达跟 可能大家比较习惯知道的 系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因为雷达系统它基本上是自成一家 那特性系统你要嘛就是802.1WiFi 或者是4G 5G 6G 这些在3GPP所定义的规格下 那基本上在这些规格下的定义下 你的这个设计空间可能相对就不是那么大 那雷达你可以看到说 就是在整个画面这个方块图 它其实就是自成一家的系统 所以尤其是transmitter 跟receiver是在同一个device上面 所以你的receiver其实知道 你transmitter在干嘛 那这样其实就是 有一些最佳化的内容 你就可以来使用 因为你像一般东西系统就是 你其实你receiver要假设 你不知道transmitter在干嘛 但是在雷达不一样 雷达你可以receiver 你是知道你的transmitter在干嘛 那所以有很多的设计空间 可以用到最佳化 那当然就是说 近年来就随着这种感测资料 因为感测资料 其实相对通讯资料 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通讯我们是要点对点 可靠的传送 那这种雷达属于sensor的一种 其实sensor就是你24小时 每分每秒你都在收资料 那当你收到那么多资料之后 你随着现在这种computing的resource 越来越强 那包括像这些AI training 这可能大家应该都 甚至可能都比我还知道 就是像最近这几年的新闻 所以如果你比如说 你这雷达里面有放个GPU 或者是雷达的一些computing的 computing edge之类的 就是这种边缘运算 它的运算能力越强 你就可以把这些雷达所侦测到 感测到的资料 都丢进去做这些相关的learning的计算 那当然就是说 你有这些learning的这些东西 就可以帮助你 第一个它可以帮助你的Ladar Receiver 可以更精准的把你的 要的这个目标物 把你要的这个目标物把它解出来 那当然就是说你有这些感测资料 你也可以就是帮助你去设计 比如说有些这整个Ladar系统里面 有很多的参数需要调教 那你要该怎么样去做调教 那像是或者说你Ladar所收到的讯号 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目标物特征的萃取 那但是这个目标物特征的萃取 可能是那种微小特征的萃取 不是那么轻易 那要怎么办 你今天如果有一个可以做 比如说你有GPU 可以做这些神经网路的这些运算的话 它可能可以帮助你更精准的萃取出 你所增设到目标物的资讯 那这个就是在Ladar AI 也是在近年蛮多的Ladar相关的文件 会把AI列进去考量的探讨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期末报告 也有这个专门就是AI和Ladar的题目 因为像是刚好在这一本投影片里面 因为其实在开这门课前我也 刚好才读过这一篇paper 就是这一篇 这篇paper 这篇paper蛮鼓励大家看一下的 它是一个很大的Magazine 那它里面有给出上百篇的reference 它大概会讲说这个AI要怎么用在 这个target surveillance 就是这个目标物的监控 这个Ladar的感测的应用上 那这边paper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做类似的研究 或者是像包括你们大家 准备这一份Tapping的寂寞报告 就是鼓励你一定要先从这一份先去下手 因为这个我在证学期上课前 我刚好也读过了一次 那它有很多像是你要怎么把什么CNN DNN这些神经网路把它放进去雷达里面 那它为什么要这样放 它要拿到什么样的资讯 那它这样放 它预期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或包括就是说它在做一些雷达 侦测的轨迹的分类的时候 它怎么用这个人灵的方式 帮助你更好去做这个classifier 就是这个分类器 那这里面都写到一些 当然这里面写的比较概况 但是它的好处是可以 这篇每个字可以帮助你去看到 近年来这个AI for LADAR的全貌 那蛮鼓励大家 你做这个题目的话 这篇一定要看 因为我刚好也有看完 好 那就这样 刚刚这个是我们的方块图 好 那我们再继续一下 就是接下来 这个也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扫描的这个Mathology 你雷达在做扫描 那这张图是从上帝视角看下去的 就是你的从上往下看 因为这方便我在做图 那其实实际上你的雷达是可以对这个三维空间做扫描的 那从上往下看 你大概可以看到说 一个雷达的工作大概要分成哪些 大概就是说你随着近中远 你可能可以把你的扫描距离分成近中远 那为什么要分成近中远呢 因为 因为你的越远的话 你的这个讯号可能要越强 那你讯号越强我们都叫讯号 Signal它就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你今天你的Signal越长 一般而言就是代表你的讯号能量越强 那你讯号能量越强 你也要知道说 为什么我越距离讯号能量要越强 因为远距离的话 我今天我的电磁波打出去会随着空气的传递做衰减 它的能量会衰减 所以今天要支援比较远距离的扫描 我就必须要打比较长的讯号 可是比较长的讯号有个代价 就是说你讯号太长 有可能会让你近距离的盲区变大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Lecture 2 这学期的下下次的Lecture也会再讲 就是说你今天我们今天在实际上的产品上 其实我们是必须要考虑是Cosal System Cosal System这个定义在大家讯号与系统的时候会学过 就是你现在的资讯一定是跟过去跟现在有关系 你没办法预知未来 那这个就是Cosal System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今天在做近距离的时候 你如果讯号太长 会使得你的所谓的雷达盲区会变大 那雷达盲区在哪里就是这里 这里 所以你不希望盲区太大 因为你盲区太大 但目标物只要进到那个盲区 你雷达是瞎掉的 你是看不到的 那所以没有人是希望盲区大的 那你要怎么有效的去运用 让盲区小 但是你又可以打出长的讯号去侦测远距离呢 那你可能就是要把你的雷达扫描范围分成几段 不同的距离 让你可以去做一些那个 signal的format signal格式的一些调配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分成就是几段的侦测距离 那有个词就是这个词也是在雷达术语里面 就是field of view 它指的是可视范围 那我在这边定义的可视范围 当然它在不同教科书上面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定义 那我选用的第一是说 所谓的可视范围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这一台雷达扫描的最强的 就是它的能耐值在哪里 譬如说我现在可以扫描正负60度 正负60度 比如说10公里 最远是10公里 那我就是正负60度的左右 然后最前面是10公里 可能上下阳角我有定义一个 比如说也是正负60度 那它的这台雷达的可视范围 是在是这样子 那我用field of view 来代表这个雷达的scanning 的可视范围的这样子的意思 那当然你们在有些书上 或有些文件上面看到的布定是 可能你们有时候看到的field of view 定义是像我现在要讲这个 scanning volume的定义 那我这边scanning volume 第二个定义就是说 雷达的可视范围已经定义 就是雷达的能耐在哪里 它已经先讲出来了 就比如说你现在买一台雷达 它的能耐在哪里 它已经先讲出来 但是你是使用者啊 你有时候可能根本不想要 扫描那么大的范围啊 你可能只要扫描正负45度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可能可以选择一个 你要扫描的范围里面 那我这边用varum的意思是因为 我们扫描范围 虽然这张图你看起来是二维的平变 但是其实实际上雷达是要对三位空间中的一个特定区块做扫描啊 所以这边是用varum这个字眼的意思这边 只是说这张图是上帝视角看下去的这个二维的平变 那所以通常你是使用者 你可能会想说我只要扫描这个红色的地区所框出来的 红色线所框出来的地方就好了 那这边我们又scanning volume这个词 那盲区刚刚讲过了 那不同段的侦测距离 这也DDR 简称DDR 这个也讲过了 那所以大家会看到就是说 你今天在做雷达掃描的时候 你就是会把 你一定至少有一个向空阵列 那假设你现在从一维 一个维度来看 你就是有一个linear array 那linear array 当然就是说实际上 因为这张图是二维的 所以我们现在只画linear array 其实一般是planar array 就是所谓的平面阵列 planar array 那你今天有所谓的阵列天线 你就是可以把你的能量 所谓的向空阵列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调整每个天线的face face是什么 face的性就是时间差 所以你可以调整每个天线 要辐射出去的时间差 去决定你要把能量 朝哪一个方向做集中 那这就所谓成为一个bin波数 中文叫波数 就是所谓的bin formin formin就是构成 波数成型 那你就可以朝着你的目标物去做binformin 那当然你真知道 对于目标物你有几种 就是要码第一个就是你找到目标物 要码就是说你找到目标物之后 你进一步去对它做追踪 所以追踪就是你找到一次 找到第二次 找到第三次 你把线连起来 你就可以追踪出它的飞行轨迹了 那在有一些比较高频段的雷达 或者是高成本的雷达上 它在追踪完之后 它甚至可以进一步做所谓的成像 它可以把这个目标物的框框 因为你电子波 假设你今天是高频的 你波长很短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你扫描很多次之后 因为你每次扫描都可能会落在 这个目标物的不同的位置上面 比如说有时候是撞到 你的电子波有时候打到激动 有时候打到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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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你的雷达成本是够的 你的雷达是够贵的雷达 然后你就使用高频段 波长很短的雷达 你甚至可以进一步去对这个目标物 做这个Image 做成像 那当然就是说 像如果像那个卫星中的合成空间雷达 它其实博物也是在用这种 因为器材位置上的东西都一定是很贵 那所以既然那么贵的东西 你今天就是代表你有那个能力 你的频段够高 你的功率也够大 那你可以就是去对这个 你所侦测的目标物做成像 那你如果是放在地面上的 一般这种Face Array 它其实也可以 只要你够高 够高级 然后你功率够大 你的这个 你功率够大 为什么 你的频带很高 频带很高 你的电子波在空气中衰减很快 阿虽然很快怎么办 你一定要 全身幣跑得要够大 那这样子的话 你甚至可以去做一些Image 那在我们这上下学的课 不会讲到这个Image 就主要是讲这个 你要怎么detect到目标物 那以及看 正学期最后有没有机会 再讲到一些checking的概念 那这个上去年 在开这个课都没准备到 那今年希望有机会 可以再讲到一些些 好 那大概是这样 就是有几个名词 就大家知道一下 Fill Review Scanning Volume 然后Detention Distance Range 还有这个所谓的盲区 Blind Run 还有这个什么 冰凤 冰凤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 那这个是一个扫描的 概观图 那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扫描概观图上面 你要怎么去做这些扫描的排程 那这就是根据你的 你这台雷达 现在所要收到的使用者任务 你可能就要去做决定 那举例来说 再举个例 比如说这边如果有个塔台 你可能你的scanning value 不想要包括这个塔台 那你scanning value 可能就要画两块出来 因为你比如说这边有个塔台 比如说机场的航台 他不想要受到无谓跟直播的干扰 那你的scanning value 可能就变成这一段 到这一段 和这一段 那这个要怎么定义 就看你使用者 使用者的任务是什么 然后这台雷达 让使用者可以去做一些 图形化界面的操作和定义 就可以做类似这样的工作 那从工程的角度来讲 就是其实你就是要去决定说 比如说你今天你的scanning value 变小了 那请问你的signal的格式 需不需要变动 因为其实你不需要扫描 那么大的范围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有限的时间资源 投入在这个 这两个你谨慎的scanning value 里面 那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在雷达的扫描 那些resource的排程 最佳化 是有关系的设计 那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向大家所学到的这个 这个最佳化的课程 你其实在雷达里面 是可以很好的去做 这些相关的设计跟使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讲一下 这个基本概念的复习 那现在是2点24 那最后没有话要讲 那我们先抓这个 2点40 2点40 继续上课 好 先给你 25眼 这给你 现在还有个录影 你就再去讲 我报告一下目前 还没有人选的题目 大概第一个 然后第9个 第10个 第12个 第15个 对 我想说 因为我目前 应该还有五位同学 还没有选 那你们就优先 如果是这五位同学 你们优先有权利 选这五个题目中间的一个 那其他如果已经有选 那个已经有选题目的 你们还是也可以选 第二个要报告的题目 这样的话 你们30分可以拿满 但就是优先 就是让那个 还没有选题目的 他们可以优先选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大家可以下课时间想一下 好 就请下课时间跟助教讲一下 然后包括线上的同学 我不知道线上现在 因为我这边看不到 好 就助教也有在线上 那就请跟助教讲 或者是在line群组上面 也都可以 那就确保你有选到这个题目 好 那就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在line群组在场合